是怎么做到从铺头小宝贝秒变到 氛围感小哥哥的 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们来自甘肃的客户 是吧 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脱发情况 头型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 但脱发的话头顶是比较稀少 整个头的侧面的话 后脑巢是比较偏平的 我们选择的配的方式呢 是一个前瞻后夹的配的方式 发型是一个类似于前置 额头两边是比较宽的 这个位置它是已经往后面掉了 所以说通过前置的发型 把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些修饰 咱们多大呀 九年 九年了 那不差一点 00号 对 什么时候开始掉带 221年 应该是遗传的吧 对 医院领出全新技术头发 全脱了 那就是基本上算是遗传 对 反正我第一次尝试一下 反正我饿了 这头发太头疼了 从来 你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 图顶吗 对 很正常 我以前怎么办法 那没办法 你说你天天戴帽子也不行是吧 就脱了 脱了 脱了 在这上我做生意也戴着帽子了 是吧 他生意也不好 对 待会你就能看得出来 到底有多大的血 看得太像一个 我学自己都想像三十岁人的脱发 四五十岁人 差不多 干嘛 改变前 你别忘了我的空海 眼睛眼眸在寂寂里 像眼睛的四岁 散在空气里飞 像花朵一枯萎 无法再次收费 从来没有 让你感觉到快乐